小時候的中秋好像都一樣 說笑笑,熱熱鬧鬧就過了 第一次來家的中秋 當然要體驗些不同 我們一起去看了舞火龍 第一次知道中秋還可以這樣玩 入職中銀香港的第一個中秋 同事帶我去做義工 一起探訪獨居老人 在這個特別的一天,我們就是一家人 那一晚,我突然之間明白 一頓團圓飯原來穩長著深深的期盼 又是一年中秋節 一家人吃了飯,上月看花燈 成了家以後,我才深知中秋的意義 我們在孩子心裡播下團圓的種子 未來,或者他們會奔向遠方 但年年有今日,天上明月,人間團圓 妙人 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